接著請黃秀芳委員諮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我們請院長 蘇院長 委員長 委員長好 委員長 你好 委員長 前幾個禮拜 你有閉嘴到臨時工廠登記的問題 有提出一些解決的方式 當然就是說 我中華跟台中這邊 都是中小企業最多的地方 其實中小企業主 他們也會擔心 因為我們行政院這邊有提到 就是說在3月中旬 或者是3月底 會提出草案 那在105年520之前的 這些農地上的工廠 是要怎麼樣去輔導 那之前院長也有特別提到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請院長 就是說針對我們這些農地上的工廠 一定有理會說 就是要幫他們輔導 幫他們輔導合法 那我現在就是請院長 你是不是可以再重申一次 因為我這一陣子在基層 在跑的時候 其實他們看到說 還看不到這個經濟部這邊 或者是相關部會 針對這個草案提出來 所以他們有很多意見 那是不是可以請院長 可以再針對這個部分 可以再說明一下 好 感謝王委員的關心 我再重申 就是對於台灣有8萬家中小企業 在各地他們的工廠 佔地約1萬4千公頃 現在政府的態度是 一 不准新設 不得污染 不能有公安的問題 但政府也不會再去找 1萬4千公頃的農地 再去建這些工廠 這樣等於重複浪費土地 不必要這樣做 第二 對於相信政府 跟政府配合 已經有零燈的7千多家工廠 他們明年6月到期 不會失效 繼續延長 而且優先來輔導 讓他們很合華 第三 對於長期群聚 這些中小企業工廠 我們換寬希望能夠優先 能夠加強輔導 除了有污染的 有公安的這些外 我們都希望能給合法 所以這個態度已經經過我宣示明確 那經濟部 環保局農委會相關部會 已經進入法案修改 會送到貴院審議 所以請大家放心 已經 經濟部已經處理了 沒有 就這樣 法蘭 年齡 就在這幾個月 會送 立法蘭 如果受害通過 就這樣 好 院長 其中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這個經濟部這邊 令工商普查去普查 都這種差不多 三萬多家的 這個 未登記的工廠 其中你們在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這個 農地上的工廠 未登記的工廠 那他們為什麼不全部 就是來登記 他們的原因 沒辦法登記的原因 到底是怎樣 是不是我們的經濟部這邊 或相關部會 要給他們輔導 要不然 即使你草案出來之後 他如果資格不符合的話 你不再給他輔導 他這個問題還是存在 是啦 這就是說 我們政府 面對屬性 是他輔導做完結 不是他去牆 這牆是很不得意的手段 盡量不要做這種事情 過期 沒有來登記 可能是不知道 可能是不相信政府 現在他看我 算是這樣 態度不用卡 大家現在有在說 沒有現在還不是 還可以來登記 有準備 說沒有再來開放 讓大家來登記 我們盡量 要給博物 不過 我成功再一次 不要 要給所有 如果 有準備要做工廠的人 不能再到農地 再來去 不能 不准新設 另外 我還要保險 這中小企業 如果你是 中高度汙染的 不能跟大家南作為 盡量去 有水處理的工業區 你去那裡經營 不要在農地上面 害到整人 這也不會勝出 好 所以 除了這之外 你來登記 我要求 經濟部 農委會 頂頂 盡量 中部的這些中小企業聽了 應該也會很感心 長期以來的問題 然後到了我們的 蘇院長 這時候 願意真的 徹底的面對 然後徹底的來解決 那 另外就是說 一些法令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要成為合法的工廠 農地上的工廠 要成為合法的話 特農要轉為一般農 其實這幾年來 特農要轉為一般農 這個真的耗費相當多的時間 有聽說 一個案件 一個法令 一卡 就是五六年 所以 我也希望就是說 蘇院長 這樣的一個宣示之後 我也希望說 經濟部也好 或者是內政部 甚至是農委會 針對有一些法令需要改的 譬如說 特農轉為一般農 這時間 就不要再那麼久了 就是說 你們的效率 可能要再加快 要不然 沒辦法因應明年的六月 六月這個工廠零燈到期之後 其實在中小企業 會很害怕 好 好 感謝印長 謝謝 另外我想請教 就是有關離岸封墊的事情 這個離岸封墊 我相信 之前在中華館長 衛縣長的時候 他是非常積極在推動 這個離岸封墊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 現在已經換了縣長之後 那 之前的這個彰化憲政府 是非常積極在推動 那 當然是我 之前看到我們的 這個部長 我們的警察部長 有跟中華館政府 那邊去溝通 那到最後 我希望就是說 因為 之前 我們的這個 彰化憲政府 跟這個 臥虛這邊 跟 地方的這些大學 他們都有 簽署一些備忘錄 就是要栽培在地的人才 那其實這些學校 他們也會擔心 這些 這些外商 他們會不會撤資 然後就不想要在 彰化甚至在台灣這邊 再繼續投資 這個離岸封墊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請 部長 針對這個部分 因為 在選舉期間 一些假訊息 假消息 讓我們 彰化的民眾 對於這個離岸封墊 會有一些質疑 那 現在 當然就是說 未來我們的再生能源 我們未來再生能源 這個離岸封墊 應該是 這麼大大 對吧 所以我希望說 經濟部這邊 針對這個部分 第一個 我們要栽培自己的人才 第二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產業 要 就是國產化 好 那要怎麼樣去輔導 我們這些 譬如說 這個風力 風力發電的這些 零組件 或者是運為 或者是這些人才 但 經濟部這邊 你到底是要怎麼去 要怎麼去 這個 重新的 然後 由你們來主導 而不是說 縣政府這邊 以前是管建府這邊 有 就是也非常積極在參與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可以針對這個風力發電的部分 你可以來做說明一下 好我給委員報告 大家在關心的 就是 離岸風電 尤其 這個風電最大的 都在中華 所以說 我們 委員在關心 這是應該的 我給委員報告 第一 離岸風電 這個燈過電池 五個半 已經決定了 再來 第二 重設時刻 第三 跟台電簽的 這個所謂的 過塑電 所有的收績都差不多了 所以現在 什麼 像開發省 陷入去執行 他的界階 所以說 在這個情形之下 開發省超常 英國的開發省也來找我 我說 你人好 什麼問題 你會在這裡找我 還不是中途是找我 都可以 甚至少 加在找我 我也可以 他們主管說 飛人機 剛好 禮拜要來找我 沒問題 我已經把 學部這樣 給他們安心 但是 剛才委員在說 就是什麼 這些人材的培養 不能回家 過去 有在走到 因為這燈過電池 有在那裡 他們在走 現在這個 已經都決定了 所以現在 大家又繼續來走 這是第一 人材的培養 第二 商業的問題 就是 風機 塔架 水下基礎 海事工程 這四個插起來 這整個新的產業鏈 新的商業不出來 這又帶動我們台灣 又一波 經濟成長的動能 這我們會來發揮 再來 這卡在上 他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都會來改管 是 我們也知道 有很多 譬如說 這個地下電纜 這個海 這個海裡的電纜 因為這我們台灣 以前不可以做過 或者是 運維的這個工作 以前台灣也不可以做過 這個 海事工程 這個地下工程 這個部分 以前台灣也不可以做過 我不知道說 我們經濟部這邊 如何去輔導 我們自己的 在地的這個產業 跟這些風力發電的 這些電廠 可以合作 然後 未來就是用我們自己的產品 而不是說 用各國的這些產品 這樣就 這個就失去我們這個 國產化的這個意義 所以我們報告 你剛才說海底的電纜 那十六萬 這個福特的電纜 這是 超高壓 這 現在國來 我們就是台南 台亞電纜 現在要引進 歐洲的技術 要來本土化 這來就帶 一倍的投資 像水下基礎 這裡 你看現在 我們中華一間金峰 金峰 做塔架 這個水下基礎 那些房地 這裡 他現在跟韓國合作 也都來投資 這個東西 可以說 他 那時候我們要求 要有國產化的合目 每一年每一年都不一樣 現在就是都在執行這個事情 這樣跟我們相當 部長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這個風力發電 開始可以發電 預計令預計超到當時 我跟你說 我們 近年底 在苗栗 那個示範計畫 二十幾就出來了 二十幾喔 這樣就很好看 現在兩幾 大家看得了笑 現在年底 示範計畫 二十幾 一幾六萬的 一幾六百 那個 所以年底就可以 示範場那邊 就可以開始發電 對 那大家感受出來 不然大家都在家裡說 另外就是說 之前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訊息說 為什麼政府 要買這個風力發電的電價 要買那麼多 五點八塊 五點半 五塊半 然後再來 就是到二點多塊 為什麼 一個燈購價 一個競標價 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落差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說明一下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 柯民在說的一些這些 某些消息 我覺得不應該 在歐洲 是 十三到十八年 買五塊八 五塊半 的這種燈購電價 我們現在是 六年 第七年 我們就買到 兩塊錢到兩塊半 你看 三元這個價錢 我們叫 沒有 所以說 我 也跟這塊錢說 你怎麼騎出來說 有時候我們說的 是 政府說的不相信 他們 為什麼要出來說 我跟這塊錢說清楚 其實我 知道說 我們未來的這個 鋒利發電 這個再生能源 像 這些再生能源 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 彰化這邊 其實大家 之前都很期待說 趕快 因為可以帶動地方的一個發展 而且也可以帶動地方的這個 就業 就業機會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這個 跟漁民的溝通 跟漁會的溝通 跟漁民的溝通 因為接下來 我就聽到有很多 就是說 未來 這個風力 這個風場開發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 漁民的這個捕魚 他們的漁獲 會受到影響 甚至 他上來 會影響到這個養殖 所以我希望說 經濟部 也許這個未來 是不是也要跟農委會 這邊共同來配合 怎麼跟漁會跟漁民來溝通 要不然如果 萬一 你們現在開始在做 再來是大家開始空間的時候 我感覺說 這是會影響到 未來的這個風力發電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現在就是 這裡我們會 跟農委會主委來這裡 議院所會來合作 委員報告 我真心去 中華區漁會 已經溝通 兩到以上 我們會繼續保持 說 在那個風力發電 可以進行 我們漁民權益也可以確保 我們會在這個中半年 很重要的這個角色 這裡我再跟委員報告 以後 我們漁會 這些漁會 這些漁會 可以來加入 印尾的團隊 這樣來就有 大家共同來參與 這樣來相信他就有 這樣來共存共榮 包括於風力發電 裡面有的那些卡手 要搗牆 我們全部都拼 我們自己在地 還是優先 優先 優先聘僱自己在地的 漁民的子弟也好 或者是在地的 這個人民 我覺得這樣子 可能會減少一些抗爭 那另外就是說 我想 請院長 就是我們的這個 無論是經濟部也好 來見部也好 還是農委會 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有關這個 農地工廠的這個事情 就是各部會 跨部會的這個協調 非常的重要 不要把